槟城五人一次喝了榴莲吉隆四合一白咖啡后 食物中毒 军厥送院 引起轰动 槟州卫生部星期四透露 这五名受害人分别是三名华裔和两名尼泊尔人 三名华裔分别是两名59岁和62岁妇女 另一人则是19岁青年 不过这三人都离开了槟城中央医院 只剩下两名尼泊尔外劳 尼泊尔驻槟城荣誉领事 拿督范青渊 星期四到访槟城中央医院 探访两名受害人 得知他们的病情都已趋向稳定 吃饭尽的 注身在前面 有何就拿来 拿来出来 吃饭尔远直到 吃饭尔远直到 吃饭尔客 吃饭尔远直到 第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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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次 第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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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 卫生部长 阿都斯里苏巴马连 星期三证实 该部门 已经着手化验 有关榴莲 及荣白咖啡 但是卫生部节制星期四下午 还没公布化验结果 范青渊促请卫生部加快脚步 而槟城部分零售商为了安全起见 已经主动下架相关品牌产品